您觉得美国舆论难道现在也准备要丢包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了吗 习近演员即将要下台一举功了吗 来聊天室写上点的看法 再多留言以及按赞 为何会有这样的声音吗 西方不是最挺泽伦斯基了吗 这可是CNN的报道 他表示说泽伦斯基的英雄主义 抵触他有against 抵触了西方的红线 所谓的西方红线是什么呢 也就是不能跟俄罗斯开战 引发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这就是所谓的红线 但是泽伦斯基不断的跟西方讨东西 却可能会害得美国跟北约 以及欧洲这些国家 被迫去卷入到跟俄罗斯开战 所以才会说抵触了所谓的红线 CNN有讲出来说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其实就很像是西方的道德良知 他每天视频都在评论强调 乌克兰很英勇的抵抗 俄罗斯入侵方面所谓的英雄主义 虽然他无法把目光从他国家的痛苦当中移开 但是在礼拜二的时候 他就指责外界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 阻止所谓的种族灭绝 那其实泽伦斯基他正陷入战争的严酷现实当中 意思是什么意思 他说拜登跟这些欧洲的领导人 他对决的是谁 他不是跟一般的小国家对决 他对决的是拥有核武器的暴军 他用的是暴军 也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丁 也就是所谓的地缘政治的红线 不可以跟何大国开战 这是第一条红线 另外现在飙升的油价 也会影响到这场战争的基本方程式 意思就是西方的压力 能否会遏制所谓的俄罗斯的经济 而且迫使他普丁收手 这是一个层面 另外就是那你西方舆论 到底还能够坚持多久 会有很多民怨出来 东西变贵了通膨变贵等等 可能都会打上一个大问号 你一再的抵触红线 其实西方的忍耐也有限度的吗 CNN的说法 前立委郭正亮就说 泽伦斯基在第一时间 都是所谓的西方的民主英雄 但是现在舆论 似乎有一些在微调了吗 美国本来就双标 所以我说你去跟美国讲理 没有什么意义 比如说泽伦斯基 第一阶段就是说 他是全球的英雄 民主国家都要向他看齐 全世界追求自由民主都要靠泽伦斯基 那我就发现已经在微调了 就是因为 就是要解决问题嘛 那当然解决问题就变成 可能有极端的方式 比如说华智能邮报 今天就登了一个 说正在准备流亡政府 那这个就是极端的 极端的 极端的就是说 那准备让他流亡到波兰 然后继续组防抗军 然后残认他们 那这个就是继续搞内战 就跟塔利班一样 美国在阿富汗 只是现在倒过来而已 美国在阿富汗 成立亲美的阿富汗政府 塔利班跑到巴基斯坦 内战打了十年 不是吗 那已经有人这样设想 那当然也有别种设想 别种设想就是说 你要不要干脆跟他谈一谈 因为塔白说 这个我们讲 那个Swift金融核武 这个欧洲我认为撑不住 美国撑得住 那当然也会受伤 那当然俄罗斯受重伤 可是接下来就轮到欧洲 所以你可以看到德国也 急着改口 其实当然不只是Swift 还有包括了石油 天然气的危机 欧洲国家就是会因为 制裁俄罗斯 先受伤了 所以CNN才有点出来说 西方也是有所谓的 红线的舆论的压力的 所以您觉得呢 这个现在有所谓的舆论 开始要转向 质疑 泽伦斯基的英雄主义吗 我们来聊天室 一起互动一下 CNN呢 他甚至有点出来说 在周二的视频当中 泽伦斯基谴责外国领导人 没有在乌克兰上空 设立所谓的禁航区 禁飞区 然后呢 在入侵开始 禁两周之后 西方也面临到很大问题 变成是有哪些选择 你可以去加强 对俄罗斯的经济的热度 的制裁的时候呢 一方面又能够避免 军事的升级 这是两难啦 那这也是所谓的 西方红线 不能够开战嘛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明呢 表示说 尽管泽伦斯基 表现出一种 英雄主义的精神 但是他可能 正跟西方谨慎的愿望 是背道而驰的 因为西方避免会引发 可能会导致第三次 世界大战最坏的状况 大白话就是 西方嘴巴说 横挺乌克兰 但是也会考量到 自己的利益 泽伦斯基 尽管之前呢 受到西方舆论的爱戴 但是如果一直都是 高举着英雄主义 难保西方舆论 不会瞬间翻转 这可能也对乌克兰来说 更加不利了 俄罗斯持续轰炸乌克兰 乌克兰愤怒 谴责俄军采用 中式济世围攻 意图让乌克兰屈服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再三喊话会死守基辅 还对英国国会 发表视讯演说 呼吁西方在乌克兰 设置禁飞区 加强制裁压力 但有别于演讲时 严肃激昂 他反倒在IG PO上一段轻松一片 鼓励乌克兰人 一切都会好转 还对着镜头扎眼睛 抛媚眼 但若泽伦斯基 真被俄罗斯杀了 怎么办 美国倒是老神在在 国务卿布林肯还说 乌克兰人都有计划 而乌之战如今走到这一步 有专家指出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其实要负很大的责任 除了外界熟知 乌克兰执着加入北约 让俄罗斯总统普丁 非常不满 因为若是北约 真的东扩 美国在乌克兰部署 飞弹打到莫斯科 只要七分钟 超高音速飞弹 更不到五分钟 更严重的是 泽伦斯基曾经表示 要重新勇合 回顾过去 乌克兰曾经是全球 第三大拥有核武的国家 一九九四年 美国和英国联手 推动乌克兰无核化 还签订布达佩斯备忘录 乌克兰放弃核武 让其他核武强国 保证乌克兰的安全 但泽伦斯基 却在今年二月的 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提出要退出 布达佩斯备忘录 重新勇合 恐怕也成为 俄乌大战的终极导火线 另一方面 美国媒体也担忧 泽伦斯基的英雄主义 正在碰触西方红线 西方国家并不希望 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样的发生 但泽伦斯基的英雄主义 却可能违背西方的谨慎态度 让俄乌之战更加难以控制 记者综合报道 但是您觉得 泽伦斯基他自己有意识到 西方舆论的反弹吗 也来聊先是 我们一起来聊聊 比如说来看到 前旧纽约大写 这文集就说 西方媒体真的一开始 是大力吹捧 泽伦斯基的 还不断的说 所谓的造神 但恐怕都会让 泽伦斯基误以为 自己拥有很多筹码吗 不过到头来 会不会只是梦一场呢 你看这个 泽伦斯基 你以为西方国家 希望看到一个真正的明军 真正的能够带领 这个乌克兰走上 这个富国强兵 这个国家变成真正日上国家 他才不在乎呢 他要一个听他的 听他话的人 所以美国其实在2014的 这个广场革命 就已经手伸得很深了 就已经在控制乌克兰政权 那最后呢 伍斯基这些 其实他问题也很多 对不对 其实最近被发觉 他也有大量的腐败的问题 美国怎么不知道 美国当然知道 美国从来不会找他麻烦 你只要不反美 你再贪污 美国人就说 美国人人家曾经就说 这个人是一个用彰化 这个是以前美国政坛 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 很差的人 可是呢 他是我们的人 比如说这个人是个XXX 他说这是我们的XXX 什么意思呢 这个不重要 重要他是不是我们的人 这个西方政治 现实在这个地方 他才不管你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什么样品格 美国西方国家支持品格 道德操守极差的政治人物 比比皆是 那只是这一次 在这个舆论战里面 就很清楚了 我觉得西方媒体 这个在主导的 第一个 就是他发觉 哲伦斯基非常有戏 那这个有戏很重要 所以他只要讲什么话 都是立刻就是 就是全世界帮你传播 他只要穿着他那个野战服 一坐在那个媒体前面 全世界都看得到 这就是今天西方的力量 也就是过去大陆成长 要争取话语权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西方靠着好莱坞 靠着他整个CNN这些 国际传播媒体的力量 这是美国霸权的 除了军力 除了美元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媒体的力量 传播的力量 他可以屏蔽你的声音 可是他的声音 随时都可以传到你的耳朵里面去 他可以不让你看到这些画面 可是他要让你看到画面 随时就放到你眼界 这就是他的力量 这是power 美国这个霸权的power 我觉得三分之一的力量在这里面 那这一次说穿了 我今天看 哲伦斯基就是被造神了 好但是呢 美国的这种西方舆论的power 有没有可能呢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 因为呢现在CNN也特别点出来说 泽伦斯基所谓的英雄主义 尤其他又在煽动所谓英雄主义嘛 他接受呢 Sky News的专访 他特别说 他的国家无法自行的停止对俄罗斯的战争 还说各国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 以免为时过晚 泽伦斯基呢 其实再度呼吁西方国家要实施禁航区 指责各国在关闭呢 天空要对抗他口中所谓纳粹的议题上 显得是有点怎么样呢 忧郁不决 他谈到西方国家的时候 他还特别表示说 你们没办法决定关闭 或者是不关闭 你们决定不了 泽伦斯基还说 如果你们呢团结对抗纳粹这种恐怖 那就必须要关闭天空 不要坐等我求你们好多次 一百万次吧 关闭天空吧 也呼吁呢 世界要赶快行动关闭天空 还有阻止轰炸 但是呢当这个Sky News的记者也去追问他说 西方国家当然也会担心说 设立禁航区可能会加剧冲突 比如说呢就会跟俄罗斯的直接对抗 就所谓的刚刚讲的红线嘛 会让情势变得更糟糕的时候 泽伦斯基听不下去 他还回答说 对谁更糟糕啊 是对我们的家人呢 不是吧 还是呢对谁 不晓得没有人晓得啦 但我们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 也就是现在状况非常糟糕 而到了未来会为时已晚 他也提到说第三次世界大战 即将呢要揭开序幕了 你们唯有纳使才要了 划设所谓的禁航区 但那个时候已经是为时已晚了 他觉得说不划禁航区 会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西方国家告诉他 划了禁航区就会有世界大战 所以你看他完全立场 是听不下去西方的警告的 但是美国跟英国再三的 都是强调说反对在乌克兰 设立任何形式的禁航区的立场 我们来看到就是美国国卿布林肯 跟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 他们共同举办的记者会 他们美国英国都很挺乌克兰 但是他在共同召开的记者会上 红线也画得很清楚 他说我们的目标是结束战争 而不是扩大战争 这个禁飞区 禁航区 可能就会导致俄罗斯的飞机 在乌克兰上空会被击落 那就会增加很大的风险 就会把北约跟美国被拖入到了俄罗斯的直接冲突当中 专家们也很担心说 这可能就会促使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 爆发一场全面的冲突 也就是西方的红线 不只是反复呼吁西方国家 在乌克兰上面设立禁飞区 北约还有美国英国这些领导人 早就多次拒绝了 现在又来看到 波兰跟美国这几天 又在关于向乌克兰提供米格二十九战机的问题上 互踢了皮球 因为也担心会跟俄罗斯开战 所以凸显出美国你自己 不想跟俄罗斯升高军事冲突 却要波兰把乌克兰的军机 送给乌克 把波兰这个军机要送给乌克兰 那你就是推波兰去死吗 当然波兰他也担心 等于自己也被推上了战争 因此他不愿意用自己的名义来给军机 不过泽伦斯基他又上演了英雄主义 在当地时间九号发布的视频当中 他讲话再次的敦促 催促西方国家 你不要再推卸责任了 把飞机赶快送来给我们乌克兰吧 泽伦斯基也说 从俄罗斯展开军事行动的第一天 乌克兰就已经反复对于伙伴国家强调 如果你们不射进飞区 那你们就把就是怎样 就等于是在乌克兰发生的人道主义的灾难 你们都有责任 那他也说直到现在西方国家 都还没有做出决定来 他说波兰已经决定 要将米格二十九战机 移交到美国的基地上 我们从媒体上知道 美国还有跟波兰达成了一致 但是同时我们又听说 美国认为波兰提议是不合理的 所以他就呛吓说 那你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够给我一个决定呢 那泽伦斯基很催促说 赶快解决问题 不要再推卸责任了 把飞机怎么样 送到乌克兰来吧 结果呢 泽伦斯基的高分被喊话 又换来一场空了 来看到美国决定彻底 要关闭向乌克兰提供战机的大门 美国认为说 帮助乌克兰最好的方式 就是提供所谓的反装甲啦 跟防空武器 这是谁说的 美国股防部长奥斯蒂 在跟波兰国防部长通电话的时候 他们说当前的这个时刻 美国是不支持向乌克兰空军 移交米格29战机 无论是波兰你自己交 或者是交给 波兰交给了美国 然后再由美国交给了乌克兰 他说这两种方式都是不行的 我们来看看 像是五角大楼的发言人科比 他说 美国就是不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 他强调在当前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支持向乌克兰空军 移交更多的战斗机 因此也不希望看到这些飞机 交给美国来处理 那科比有强调说 情报界认为 向乌克兰移交了米格29战机 可能就会被误认为是 一种让局势升级的举动 的确啊 就是乌克兰怎么样 这个局势会升温嘛 那美国就被卷进去了 而且呢 这也会引起俄罗斯的重大反弹 那而且呢 从而增加到北约军事对抗的可能性 一起来听听看 科比是怎么说的 不止如此啊 其实美联社还有路透社就指出来说 美国这个大白话 你们应该听得很清楚吧 就是告诉乌克兰 已经彻底关上了 要给乌克兰提供战机的大门 西方等于又打脸 泽伦斯基的英雄主义啊 说到整起所谓送战机事件呢 整起事件是谁先讲 当然就是呢 泽伦斯基在喊话嘛 进航区不要的话 那就给我们战机啦 结果呢 美国国务卿呢 布林肯在六号哦 他访问了摩尔多瓦的期间 他就说华府正在积极的研究 波兰是不是有可能提供飞机给乌克兰这件事情呢 美国媒体还特别报道说 针对波兰提供战机给乌克兰 美国还会提供美制的F-16战机给波兰 被说是狸猫换太子 但是呢 波兰担心 我如果真的用波兰名义去提供武器的话 那怎么样呢 那就会对于是怎么样 对于是我真的要跟俄罗斯有引发冲突了 因为呢 其实俄罗斯的总统 普定他就已经警告过呢 西方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而且呢 俄罗斯也会把提供军事援助 视为是参战 因此 所以来看到波兰他非常的紧张 他们的总理呢 莫拉维茨奇 他早在6号的时候早就已经表明说 波兰我们是不会呢 把战机送给乌克兰 也不会同意使用波兰的机场 当地时间8号的时候 波兰的外交部甚至就发声明 他也出招打脸美国了 说经过我们波兰总统啊 跟波国政府商议之后 我们就决定啊 要立刻把所有的米格29战机 我们是免费转移到哪里 那就离美国去转交吧 就转交到了美国在德国的 兰斯坦空军基地 我们交给你美国处理吧 你美国来那个吧 俄罗斯应该不敢跟你开战吧 不过呢 美国当天 他立刻发了声明表示说 我也拒绝了波兰的提议 还说这个风险实在太大了 可能会导致美国跟北约 跟俄罗斯发生正面的冲突 那就有意思了 美国你自己不想跟俄罗斯起冲突 那请问下波兰 他有能力对战俄罗斯吗 也引发质疑 另外也看到说一开始 也是支持波兰给武器的 是谁 是英国 英国每次都跟在美国后面 比如说来看到国防大神 华莱斯 他又声称说 你押波兰赶快给武器 如果你给乌克兰的一些战斗武器的话 帮助他们的空中力量的话 我们就会支持保卫波兰 那也遭质疑 那英国你为什么只是不断的鼓励波兰 你英国怎么又帮助了乌克兰什么的呢 你自己也不敢给战机 你自己也担心被普丁总统 其实有一些报复 所以来看到华莱士 9号还更加的说 英国进一步要增加 对乌克兰的武器的供应 要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当天他说他向乌克兰提供什么 1615枚的轻型反坦克导弹 还说一些像是小型的武器 还有防弹衣跟医疗用品 都已经送达到乌克兰了 但您觉得这是乌克兰要的吗 泽伦斯基说的是要一些战机 我们一起来聊天室互动一下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机 目前掌握了绝对空中优势 北约美国挺乌克兰 但在俄罗斯严厉警告之下 波兰想把遏制的米格29战机 送给乌克兰增加战力 但遭到美国正式拒绝 波兰外交部在8号公开表示 支持米格29战机 经过美国在德国的 兰斯坦空军基地送往基辅 并建议以美国提供F-16战机 作为补偿 但俄方警告 北约与邻国介入俄乌争 就是视同参战 因此没有国家感卷入冲突 波兰总理紧接着在9号就说 任何提供战机的决定 都该由北约会员国共同做出 但美国最终以风险过高为由 否决这项战机转送计划 五角大厦坚称转交米格战机 可能被误认为是升级 导致俄罗斯做出激烈反应 这起转送米格29战机的计划 变成互踢皮球大赛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承诺 如果波兰提供战机给乌克兰 美国将规划如何补偿 但没想到波兰的交易 也有先决条件 就是要美军协助转交 显然波兰不想当替死鬼 拉北约做主反将美国一军 布林肯在访问波罗的海三小国后 前往英国巩固英美同盟 记者会上英国外交大臣说 普丁必定失败收场 欧美应该加以制裁 不过针对泽伦斯基要求的进航区 两人还是异口同声的说 北约不想与俄罗斯直接冲突 路透社指出 北约跟美国要帮乌克兰 其实也有底线 就是自保 绝不与俄军正面交锋 记得张力报道 不与俄军正面交锋 就是西方所谓的红线 但是泽伦斯基最近也不断的 怎么样高喊要加入欧盟 但是又被打脸了 路透社10号表示 有一份宣言的草案显示 欧盟领导人会逐步的停止 所谓购买俄罗斯的 像石油天然气跟煤炭 但不可能迅速的向乌克兰 提供欧盟成员国的身份 由于欧盟对俄国的态度 我们先差题补充一下 也就是俄罗斯外交部 在当地时间10号发声明说 俄罗斯今后将不会再参加欧洲委员会 俄罗斯不打算继续忍受西方 以自己的秩序来取代国际法的颠覆性的做法 好再回到这一篇路透社的这篇报道 他说欧盟27个国家的领导人峰会 会在什么时候举办 会在10号到11号在法国举行 这次峰会准备的就是 欧盟27国领导人他的宣言草案的声称 也就是说 俄罗斯侵略的战争构成了欧洲历史上的结构性的转变 还说面对日益增长的不稳定 还有战略竞争 还有安全的威胁 我们决定为我们的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 还要采取进一步的决定性的步骤 也就是建构我们的欧洲主权 减少依赖 包括像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等等的 与此同时呢 还有一名欧洲的官员 那特别有说 欧盟领导人将会向乌克兰提供强而有力的支持 要表明说乌克兰的未来取决于欧盟 但是这些官员们也透露说 尽管有来自像是波罗的海的国家 以及波兰的压力 会想要允许乌克兰通过任何快速的加入 欧盟的程序的可能性呢 是不大的 因为什么呢 这会带来像是呢 也有其他人也想要加入嘛 像乔治亚啦 也就是格鲁吉亚 还有呢 像是摩尔多瓦 这些其他申请国的国家 直接相关的问题 好难道呢 是看到了乌克兰 连这个欧盟 都没有办法加入 更别说极具军事意涵 围堵俄罗斯的北约 可能也是不可能加入的 所以来看到 泽伦斯基在7号 接受ABC News专访时 针对加入北约 态度松动 他表示呢 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经对这个问题冷却下来了 因我们了解到呢 北约还没有准备要接受乌克兰 他说这个组织害怕有争议的事情 也害怕跟俄罗斯对抗 你现在才看清楚嘛 你之前一直想要加入 结果导致俄罗斯 现在有一些入侵你们的国家 那么多的平民 受到了死伤 所以你看他现在才看清楚嘛 他说呢 不想成为一个跪地祈求的总统 另外他也说对于两个分裂的亲俄罗斯领土的土地 也愿意寻求妥协之道 这难道就是看到西方国家的真面目 所以呢 泽伦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丁 释出来的善意吗 也引发讨论 的确来看到俄罗斯入侵了 乌克兰进入第15天的时候 两国迄今最高级别的官员会晤了 在台湾时间10号下午5点登场 由来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外长 塔夫索吉鲁 以及来看到的是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还有当然就是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在哪里呢 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 进行三方的会谈 那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以及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接触前呢 土国外长首先就迎接了乌克兰外长 而随后不久就来看到 俄国外长拉夫罗夫 也抵达到会场 跟土耳其的外长 举行了短暂会议 尽管会议结束会议的这个结果 会有多大的一个目标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乌克兰总统呢 泽伦斯基在日前接受 美国媒体ABC访问时有透露 除了在谈判之前呢 已经提出让步的条件 表示可以就加入北约 以及乌东两个自治国谈判让步 但是不会投降 另外呢他接受图面报的采访时也说 每一轮谈判目标都是要结束战争 乌方准备做出一些妥协 但是绝对不会出卖 还有背叛国家 他坚信只有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 跟俄罗斯总统普丁进行直接对话 才能够停止这一场战争 就算了一场战争 就算了一场战争